有人問說當YouTuber需要一台很好很好的相機嗎 像這種 哇好這麼專業 攝影大哥 需要這樣的相機嗎 我覺得不用 其實可以啦 你要的話也可以 就是你的高畫質高品質然後在那邊開箱 HD 什麼的 也是可以 但我覺得大部分的YouTuber原廠都還是用比較基本大家就是比較方便的東西 像是這種家庭式的DV 或是像這種單眼或是甚至GoPro就可以拍了 那我自己其實我現在目前還是都在用這種非常低階的單眼在拍 可能四五年前的時候買的 然後什麼反轉鏡頭啊 那時候一台可能一萬多就買得到了單眼相機 我到現在還是用這種相機在拍 所以我覺得對我來說就是看你自己的需求 對我來說這種單眼其實對我的影片來說就已經夠了 那我自己也拍得很開心 我並不需要買到多高級的相機 可能我之後如果有需求 那我就可能會去買這樣的設備 或是可能會去考慮這樣的設備 那我目前為止我覺得這樣的單眼機就已經夠了 那 因為現在手機非常的厲害嘛 所以甚至很多的YouTuber他們的影片其實是從手機拍出來的 所以大家如果覺得說我沒有預算 或沒有這麼多時間去買這些東西 或是研究這些東西 其實用手機它就可以拍了 所以就是看你自己的需求 如果你只是想要拍一個自拍影片 或是想要用手機 可以用手機去呈現出來的影片 那其實手機它就已經很夠用了 那當然手機它有它的缺點在 可能它的容量不夠 或是它的收音有問題 然後這都是你可以去考量的地方 再來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怎麼去拍影片 可能有點無聊 對 大家可以就是學一 就是可以知道一下說 我們在拍影片的時候 需要注意哪些事情 有一個東西叫185規則 它其實是一個拍攝 拍電影或是拍影片上面的一個 簡單的一個概念 185規則它是像這樣 這是我的其中一支影片 就是左上角那個人說 你沒事吧 有人說不要管我了 你先走吧 然後左下角那個人就開始無言 真的就是好了 對 像這麼這麼這麼 這樣就是 到底看了三小的影片呢 其實它也是一個 符合180度規則的一個影片 怎麼說呢 180度規則它就是這樣 兩個演員 兩個角色 他們中間有一條就是隱藏的線 看不到的線 假想的線 那在這條線呢 攝影機在拍的時候 它怎麼樣都不能跨過這條線 跨過這條線的話 它就會讓視覺變得很奇怪 所以在拍左邊那個人的時候呢 攝影機在這條線的下面 在拍右邊這個人的時候呢 攝影機在這個 這個人的 也是在這條線的下面 它在拍這個人 所以呢 它這個就是一個符合180度規則的一部影片 那再來也是我下一部影片 我 大家想說欸不對啊 這一個 這個 這個概念這麼簡單 到底誰會犯錯 到底誰會就是 這個有什麼好講的 所以我想要以下一個影片當例子 這個影片也是一樣 左邊那個人 都是 對啊都是我 左邊那個藍色衣服的我 就說 欸你為什麼要買香菜 我不是最討厭是香菜的嗎 然後右邊跳到右邊的人說 欸學長別激動啊 然後左邊就說 欸去SPA 然後拿椅子去敲它 對像這樣 欸當時我在拍這個 因為我都是有一個人在拍 對所以我那拿椅子在敲 是這樣敲 對 蠻悲哀的 就是拿椅子自己打自己 就是 然後被打到了 然後下一幕就 把他流血 對然後大家看 欸沒什麼問題啊 但是我後來 自己剪輯才發現 超賽 我不小心跨越了180數了 他只有兩個 原本是這樣 欸啊 從頭再來變大大老師 等一下 為什麼 為什麼還有守夜的功能 等一下喔 欸欸快到了快到了 來了 好 那大家可能覺得說 欸沒什麼問題啊 不就是這樣嗎 可是他可以發現一下 左邊的那個人 他是看右邊 右邊那個人他是看左邊 但突然 右邊那個人他突然看到右邊去了 所以他們的視線已經是不對的 他們的視線是已經錯亂 所以觀眾在看到這系列的影片的時候 他會覺得說 欸奇怪 哪裡怪怪的 因為他已經跨越180度線了 我那時候後來在剪輯的時候 我才發現這個問題 那我又沒辦法又回去重拍 因為重拍很麻煩 你的場地什麼都要回去再 再拍攝一遍 所以我就想到說 怎麼辦怎麼辦 我要該怎麼去解決這個問題呢 後來我就把這個圖片整個翻過來 對 欸我就發現耶耶 我解決了這個問題了 所以就成功的讓攝影機 又回到了180度線之下 所以就是你到時候 你在拍攝的時候 其實這個規則 你可以稍微想一下 就是你兩個人在對戲的時候 你會發現你的攝影機 其實是不能亂跑 大家想這樣不就拍攝嗎 人入鏡就好 其實沒有 有一些小小的規則 你可以稍微記一下 所以就像這樣 這樣才是對的 你看 藍色衣服的人都一直看右邊 紅色衣服的人都一直看左邊 即使被打了 他還是要繼續看左邊 他的視線才會聯繫 歡迎收看 每個集合 按照 按照